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14日 4月24日 今天是第六场下期论节目 来谈谈更多的消息 刚才看到一条消息讲 是中国和新加坡将举行联合海上军演 就证明中共也在拉榜 现在与美国位首七大工业国站在一起 但是中国也有它的一些盘算 又把新加坡拉到自己身边了 你看这是美国之音刚刚发表的文章 也就是随着北京加深通东南亚防卫和安全关系 中国和新加坡最快这个星期 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双方兹21年以来第一次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 已经有着强劲的同盟关系了 也就是说美国找美国的盟友 中共找中共的 给人感觉似乎往将来世界大战的方向发展了 因为每一场大战一战二战 都不是单个国家打架 都是打群架 现在看来是普京 习近平 金三胖 伊朗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国家 那么他现在在拉新加坡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国防部周一在网站的一个声明当中讲 中国海军将部署御林号导弹驱逐舰 岛阵护卫舰和赤壁号 叫列扫雷舰 参加这一联合海上演习 这个中心合作 起了个名字叫23海上联合演习 4月下旬开始 5月上旬结束 说不过声明没有公布 双方联合演习的具体地点 他提前发的消息 也不可能细节都出来 这表明什么新加坡给我感觉似乎倒向了中共了 说两年前 中国新加坡在南中国海最南端的国际海域 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 此前两国升级了19年双边防卫协定 包括进行两国海陆空军之间更大规模的演习 新加坡给我感觉实际上是比较亲共的 这个历史上都由来已久了 有一些中国的亿万富豪超傻 因为跑到新加坡就安全 都把那个家族的生意都搬到那个地方了 钱都整到那个地方去 其实我认为那冷暗是不安全的 中共在那的势力的渗透 如同在泰国一样 可以说这样讲吗 渗透每一个领域 他想玩这些亿万富豪也很容易 并不是真正的安全 说中国与新加坡之间 加强军事合作 正知南中国海紧张关系 因中国这一地区不断军事化 加剧自己 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的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等国的海军 为了维护这具有战略意义的 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权利 近年加强在南中国海的 这个舰机航行 也就美国是世界的老大 要管这个南中国海的事 你像小国越南菲律宾 这些马南西亚的文莱等等 那都听命于美国的 说西方国家海军的自由航行行动 引起了宣称 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 拥有主权的中国的愤怒 因为中国想独霸这个地方 因为南中国海底下又是大巨宝盆 资源非常丰富 这个习近平又特别的狂妄 要胜过毛泽东 胜过邓小平 那肯定地盘越大越好了 最好是全世界都差的 说除中国之外 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台湾 都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岛礁 拥有主权的 你看那个菲律宾、杜特尔特 在位的时候 不就跟中共 也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纠缠吗 但是他惹不起中共 中共一方面对他收买 经常邀请他到香港去玩 用这些声色犬马迷惑他 另一方面用这个军事力量吓唬他 所以牛俄交这个事儿 他屁都不敢放 杜特尔特 但小马克思不一样 都是还是比较有杠的 改和他靠 主要是靠美国 这篇文章指出 去年8月 美国军方和印尼 举行了一场规模扩大的 叫超级深阴之盾的年度演习 也就是印尼导向美国了 原来一旦第三战开始了 那他就站到这个阵营里了 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日本的部队 也首次加入 这次至少是4000名军人的军演 也就是新加坡 这是一个信号导向中共 但也不完全就是完全倒 而且他还没开战 将来很难讲 不过整体来看 中共对他控制 比美国要神 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历史上 这个就是渊源就比较神 你看在新加坡 基本上讲中文就行了 中文绝对吃了开 另外一个什么呢 中国给他生意 从母总议计的讲 也是绑架了他 这篇文章讲 大约是同一时间 中国派遣多架战斗轰炸机 前往泰国 参加代号为 英纪2020的联合军事业细 就泰国也是这样 我以前曾经去过泰国 泰国那地方可以这样讲吧 共产党的演和线遍布 那确实渗透得太厉害了 这个共产党 他靠得近 共产党不希望在他周边 有民主国家存在 尤其是和自己抗衡的国家 为什么在缅甸 他能操控搞军事政变 那目的就是颠覆 这个昂山苏基 因为昂山苏基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是个异议人士 对吧 这篇文章讲 说是两国都表示 这场在靠近老沃边境的泰国 东北部举行的演习 是防御性质的 他搞这些演习 怕激动美国 他都在讲是防御性质 不针对第三方 其实都是两民派 上方心里都明明八八都在撒谎 美国是针对他 他就在对美国了 对不对 说去年夏天 这些演习发生在台海 紧张局势升高的背景下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八月访问了民主自治的台湾 引发了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连续多日举行大规模的封锁 实战演习 解放军发射的几枚导弹 还曾飞越了台北的上空 也就是这些事都是新加坡一直看着台湾 这都有种存亡齿寒的感觉 他得罪不起中共 报道表示 但是中国增加了与东南亚的军事往来 被广泛认为是为了在未来几年 挑战美国对新加坡 印尼等国家形成的影响力 这是美国这一篇文章 再来看 刚刚看到的台湾媒体的报道 很有意思 竟然是报道这样一条消息 有点令人意外 也就是新头科 新头科是台湾的 他说中美如果开战 戴旭怎么讲的呢 美国能将中国沿海城市打个稀巴拉 你看见没有 因为他是退役的中共将领 他这样讲一定是有来头的 我们看看怎么回事 他说美韩联合军演 他说中美一直向后对立 他这篇文章配的图 这个图就是什么呢 航空母舰里根号 与第五航母打击群 和韩国海军舰铁一起编队 他这个图宅斯文美国海军 这个印太司令部里观望 这个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张图 因为我不会编辑 我给你们这样看看 反正就是一路就简吧 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神 没有团队 那么这篇文章讲 中美一直相互对立 并不断进行军事竞争 拜登现在表面讲是竞争 实际开始走向敌对了 这个竞争到一定程度 可能打起来 我跟你讲 和过去不一样了 因为国家政治制度不一样 早晚得打 那么随着两国军事力量的部署 中美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了 有中国军事专家分析 如果中国 中美正爆发战争 结果会怎么样 他说美国有实力 将中国沿海城市打得稀巴烂 你看这是戴旭讲的 这很有意思 根据陆媒军事撰篮 我叫格建生 今天报道了 因为中共这些撰篮 自媒体都是官办的 你们不要以为是 自己随便讲 在中国国那是祸从口出 重重之重 饭是现在什么 搞这个自媒体 那个自媒体 饭是国内的 都是办官方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 更有说服力 占领舆论阵地 说是中国军事专家叫戴旭 大家都知道戴旭了 是吧 很有名 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 集中在美国的 所谓的第一导致地区 这是他讲的话 他说最靠近中国大陆的 便是韩国与日本的 美军基地的美军军事力量 在这两个地方的驻地美军 在中美战争爆发后 会在第一时间 投入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当中 他已经知道了 对吧 披露出去了 的确是这样 戴旭认为 虽然在日本韩国的驻地美军数量 原小于人民解放军数量 但考虑到美国同盟友所缔解的共同防御条约 不排除美军直接指挥日韩 两国武装力量 愈合中国作战 本人认为 不论在南海 太海 朝鲜班老 只要打起来 一定是这种鬼门 绝对不会就是一个地方 我跟你讲吧 因为老美 他打这个仗都是一个 要打就肯定要彻底要打 你看美国早就声称了 不打无把无子仗 以前 我看到海外很多媒体报道 说美国的军 军力 就经过评估 四个小时 除了火箭军 就中共的火箭军很在乎 除那以外 其他四个小时 就这样的化为费劲 啥也没有了 就中共的根本不行 我跟你讲 说戴徐认为 虽然在日本和韩国的 驻地美金数量 远小于中国的数量 但考虑到美国同期 盟友缔解的共同防御条约 不排除 他直接指挥 因为有美日 这个安保条约 也有韩 那都有 所以他这个完全有 有依据 他不怕 戴徐讲 如果将日韩两国军事力量 考虑在美国的军事行动 筹码当中 美国很可能利用 日韩两国的水面舰艇 作为美军第七舰队的补充率 先进攻中国沿海地区 用这些不算重要的水面舰艇 对中国的反导 导弹进行消耗 他将来美国的打这个仗 如果要打的话 我认为他的弱点 就是他这个距离比较远 他为什么航母 航母就是 航母就是 移动的作战平台 但是他的 逆不知己的办法 已经早就早到了 就从阿富汗撤军以后 你看他首先就 先是把这个欧洲搞定了 然后他的关口前移 并临乘下就在韩国 一个韩国一个日本 他解决这个 还有菲律宾 现在又增加那么多的军事基地 他现在不怕 他现在都有驻军 飞机也有啊 舰艇也有 他随时开干就行了 那边一边打 这边他的本土 这个军事力量在配合了 这中共没有胜算的可能 你看中共国这个 不论是军事实力 还是战场管理 还是人员素质 还是民意基础 道义这个 制高点的问题 远远不如西方 你就像他打这张仗 你看一美国的国家 哪有像中共国这样 你中国今天的天安门 还有个大截的韩 打倒共产党 是不是啊 前几天在那个 这个天安门城路上 还有写这个反 反标的 对不对啊 你根本没有这个 老百姓恨的 这样讲吧 十个人九个恨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作恶太多 他打起仗了以后 老百姓细想 终于有这天 赶快打进来 有几个真的像建国自出 那时候 那时候不一样 那时候因为老百姓 还存有幻想 想 哎 共产主义好啊 土豆烧牛肉 共产主义 那时候咱都想 吃饱饭都挺好的 觉得美国全世界的老虎打众 都在水深火肉当中挣扎 咱相信 现在谁相信那东西 你中国老百姓 十个又八个 家里都有亲人 出国留学 读书 工干 经商 甚至都变成宇宙人了 都在这有房子 在国地也有 你想啥能骗人 对不对 谁都知道 这个到底美国什么样 美国加拿大什么样 他只要来一次加拿大 结束加拿大 这些国民一看 哎呀 你看人国家都好 最起码你存的钱到银行 别人不能掠夺你 你的孩子读书不受欺负 你看这些儿 这个在学校读书 谁能欺负他们 对不对 法治社会 连习明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 他相信他姐夫能 能早年都移民加拿大 他前行能移民英国呀 他那女儿在哈佛读书 他怎么上北韩读书去 你听他说吧 对不对 他现在搞这东西啊 就其实就忽悠别人 忽悠草民 骗别人呢 别人不相信 骗自己啊 自己也胆吐吐的 才能搞出今天这名堂 是不是啊 所以一打起仗了以后 他是综合国力的比拼 也是什么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老百姓的一个情绪大的释放 人们终于赶到几个人 包括军人 包括体制内官员 有个高兴怀 总算打下来 只要不打天地等 他来抓张队里派给他整监狱 他被一顿讲理 这会儿就叫他快点垮台了 垮得越好又快越好 实际上很多人都希望他打 真的 我都接受太多的人 你帮我有一些移民出来的 跟我讲老家 我们就希望他赶快打 打完他就马上就被人就干掉了 是不是啊 民心所向啊 这谁都知道啊 所以这个部队就在下户友 我跟你讲吧 说戴旭还不错 还讲了点实话 他说如果日韩啊 这个军事力量考虑在美国进行军事行动筹码中 美国呢就可能就利用这个 前沿阵地就日韩这两个地方 戴旭强调 中国沿海地区距日韩两国的驻地美军基地很近啊 他在那个 你想在丛城那个地方 你发射飞弹五六分钟就到了国内了 你想想吧 说美国甚至可从本土空运中程导弹 到达靠近中国大陆的美军基地发射阵地 从这些发射阵地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饱和事打起来 什么时候饱和事 可以这样讲给你学平了 所以未来是很可怕的 我们都是反对战争的啊 但像西亿平现在这样搞事 你就是卢沙爷在法国讲这些事 那不就是在这点火吗 说不定卢沙爷也恨他 故意我就叫你打起来 是不是啊 很难讲了 他们这个外交屋 很多人都是胡温那个时代上来的 或者是江珠那个上来 两面人多着他 你要是接触当官的和他混熟了 他私下讲的话和他官场讲的 一点不一样 我太了解了 我到黑龙江 到这个吉林 辽宁 你说走了很多地方 小官了 咱都没接触过 是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 就是听几干嘛 出几干嘛 我就接触太多了 我攻减法事 你听他们喝点酒怎么讲 恨共产党恨的都赶快 赶快就垮台 别以为我们在这干 我们不希望 咱没办法 是不是啊 就这么一个基础 你说他打啥仗 他跟他美国比拼 说从这些阵地啊 对中国沿海进行宝核式打击 他补充讲 中国随拥有一流的反导系统 但如果面对美国导弹和舰载导弹的宝核式打击 难免会是沿海地区遭遇导弹的袭击啊 他毕竟还是懂点军事啊 知道家庭 半斤八两 他说戴旭表示 美国随对中国造成强烈的破坏 可中国动用所有军事力量对美国反击 也能重创美国 美国也肯定要要要死很多人 要耗费很多武器 这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啊 他认为对中美两国来讲 发生战争都是损失惨重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 这边文章面讲一个关键问题 你说戴旭 他呢是这个身份 他为什么现在讲这话 这其实暴露出了西平极大的不自信啊 你别听他忽悠 他骗老百姓讲 他打台湾 三天两天就拿下来 金灿荣这些人 上帝交给他任务 什么胡锡进的 胡烈烈 是吧 那些人都是被利用的 什么司马南就这些人 他是为外宣的一个传认统 一个工具 领导教的讲师的讲师 就为了争议晚饭 他为什么戴旭这样讲 就用这个办法告诉警示部队 因为习近平比任何人信的都清楚 他这个部队是个啥部队 一个是腐败 你就买这些航母吧 腐败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战场管理 没有实战经验 你打过仗吗 催什么催 连他自己给耿彪当了三年小秘书 耿彪还叫邓小平好嫩 是不是啊 他关于香港驻军的时候 他滥讲 邓老平说胡说八道在香港 那时候我经常去香港 我就知道 你说就他这个角色 他对部队也没有掌控能力 他一直张有霞制止的吧 张有霞要是说过世了不在了 他分分秒就得干倒了 我跟你讲 他那本事 你想邓小平领导军队一辈子 那在战场吃啥风雨 你看六四的时候 还除了个将军 公开和他干 是不是啊 最后杨家将他给杨家将也 江泽民给他搞掉了 是吧 你可以看出啊 这个一个军事将领啊 你都难以控制部队 杨兵就是让虎啊 杨虎成换啊 我跟你讲吧 他就打台湾 我在上个节目给大家讲过了 就算他打台湾 好你拿下来了 他马上必须要 打台湾肯定有个人是牵头的 那个人就马上名声就胜过他的 就对他构成了威胁啊 他干嘛 我跟你讲吧 他他真正到了战争那个年代啊 他立刻就露了馅儿了 他过去画着大饼什么 一带一路 雄安新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这个那个 都是和平年代的 你忽悠瓦礼后遗 眼儿一码似不承认 这个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可以兴得懂 你战争就不一样 那是打实的 吹什么吹最后 听死了很多人 外面纷纷的报道 像普京现在怎么吹 你个巴赫姆特 打多长时间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最后 他画的一张大饼啊 他知道这个事 轻易不要打 所以他现在我认为啊 就台湾这个问题 他都大忽悠 他就想不得 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内贼身上 能够卖台贼 能把这个引狼入食 他想搞这个名堂 他不想打 但他护有大了以后呢 转移国内的视线 但是他又知道 这个有一些人 让他这种虚假宣传 把情绪鼓动起来 尤其是国民 他想给他降见我们 所以他就告诉戴旭 你再讲一讲 战争的严重性 你看人家一打 所以沿海就完了 打个稀巴烂 这个他是一个精心策划 绝对不会说戴旭自己 干什么 拿头往这个 拿鸡蛋撞墙啊 拿安全弹这样撞墙 准备坐牢啊 刘阿州刚走啊 这都上级安排任务 你告诉老代 法口 讲一讲问题严重性 别整天以为 你们就能打赢了 你看你这个部队啥样 他自己必须都清除 这部队又烂到什么程度啊 是不是 太了解了 我跟你讲了 我在体制内 你说工作将近20年 那个年代 咱们就说心里话 经常到部队里去参加一些 连环活动啊 这些迎来送往 而且部队里边 特别有意思 都有政治部 宣传干事 新闻干事 他们特别愿意协作 就愿意和我们打交道 到报社来 啪给你一个经理 降边境 你叫做他都不好意思做了 站着 来这个投稿 你说什么不知道 这个部队他能打仗吗 他就在打仗 也在什么 打十年以后 要打十年以后 他就确实下人家美国了 这个就有点经验了 战争啊 你没有实战 你这就不叫战争 他这个什么 少将 宗将 上将 踢吧 这东西 流血拍马 清歌送礼 行会 受贿 上来的 在机关里 斗心眼 斗出来的 他哪个大武装 有几个 也就是张有霞 李作成 打个越战 越战 那叫战嘛 你啥战 你讲一讲嘛 是不是 那是拿个大棒 大苍蝇 是吧 在美国的职下 那邓阿平搞 那么个东西 你要真正说 给人家 美国就是 可以这样讲啊 这绝对是有实战经验 老美打仗的话 你目前就靠前 那个军事设施 和国民基 这个基础 经济基础 就像这个经济条件 民心条件 你怎么打 你这边还没 没打下来 内蒙出事 乌兰府家族 胡顺华的势力 造反了 那边呢 这个 维吾尔人 新疆又闹了 是不是 你新疆肯定要闹 北来他就想闹 对不对 你在这西藏 把喇嘛的势力 更厉害 对不对 你就想就这几块吧 还有香港 这个大活摇桶 还有全世界各地 海外华人 到那时候都回去了 你看你 泄入战争了 是吧 你不可能像现在 控制这么严 谁听你的 战争一打呀 是军头说了 算是不要忘了 现在是党指挥枪 到那天是枪指挥党了 你哪个军头猛 想当蔡厄 你瞬间就登高一呼 响应者如云 是不是 你看那个当年 那个 星带革命的时候 军阀混战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是 是怎么讲的 有枪就是草头王啊 是不是啊 乱世英雄 启示法 英雄有的是 中国英雄太多太多了 我跟你讲 你能想到 二十大之前 忽然间 闯出一个 这个 鹏仔粥啊 你能避免 部队里面有 鹏仔粥吗 所以本人认为啊 这个习近平就是个大呼吁 我跟你讲吧 他真正要想打仗的话 我跟你讲啊 这个就打开了 中国这个僵局了 中国立刻就改变了 他说讲那个 中国百年大变局 是个变局 变局并不利于他 好 所以这个习近平垮台的更快啊 那么再来看看 最后一篇文章啊 因为今天这个文章比较多 好文章啊 你看这个万维网今天发表的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啊 它是最大的阴谋来了 随会获胜 这是这个万维网的编译的报道的文章啊 编译出来的 老外的文章 它是缩纳编译报道 它说最近呢 外界一直在讨论 中共在世界的新角色 大家到俄罗斯啊 失去了这个成为霸主的机会 大家看到啊 就俄罗斯失去霸主了 俄罗斯的前景很明显 它正在成为一个地区国家 你看 它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叫乌克兰打成这个样 谁打他 带领人战争 美国在打他吧 对不对 能力的机会正在减少了 因此呢 西方国家已经将中国定位为最 这个威胁 最主要的这个竞争对手 将中共啊 定位最主要竞争的对手了 俄罗斯给他打穴弱了 那就中共最后一个 那么中共将如何在不久的将来 如何表现 在不久的将来 世界又会变得什么样子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 那就是乌克兰前外交部长 叫奥赤里斯 奥赫里斯 他在乌克兰资深 就在写的 这个索纳斯把这个文章编译成了这个中文了 他说其实 中共和西方国家均不希望 俄罗斯在乌俄战争战败 因为中共担心其重要伙伴 俄罗斯的势力被削弱 因为他们和俄罗斯边境一千多公里整在一起 如果连在一块说 院墙外就是一个 一个被削弱的国家 得不利 对不对 屏障没有了 而西方呢 则担心俄罗斯会彻底沦为中共的富庸 看 这都很微妙 他说我们假定 俄罗斯被打败了 那么俄罗斯将成为中共的经济富庸 而另一方面呢 中共并不希望俄罗斯消失 因为中共需要一个忠实的小伙伴 因此啊 中共将尽一些努力拯救俄罗斯 他现在当然希望给他武器 他还想参战 他不敢 他被美国制裁 说虽然中共会利用俄罗斯的弱点的牟利 正如一些中国人讲的 为了一血前耻 中共至少收回俄罗斯在19世纪 夺取中国的领土 这样的话 情况就变得非常有趣 因为俄罗斯大家都知道 占了很多的领土 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 文明世界正在考虑 如何对抗中共的困难计划 另一方面呢 中共却在考虑如何建立反西方联盟 这里设到一个最大的悬念 随将占上风了 这篇文章指出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他说一个旨在遏制中共的联盟 正在发展 那么这个联盟都有哪些成员 就刚刚讲的方法对 包括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菲律宾 还有非常重要的印度 就印度特别重要 拿印度来牵扯中共 说为什么你看 昨天就是 中共国16轮军事谈判 军长级谈判 他着急 他也看出这股了 说是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印度超过中国 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了 他不仅有核武 人口 劳动力便宜 生产资金 都转移到那去了 因此印度 无疑将在遏制中共方面 发挥有影响力的作用 印度选择的道路 以及站在哪一边 将决定亚洲未来多年的政治格局 就是一定要把印度争取过来 而且我们知道 由于边界争端和其他问题 印度与中共的关系十分脆弱 就从这个历史上看 导向美国的可能性大 但日本 印度也挺狡猾的 有的时候 他两边通吃 比如他趁这个机构买 低价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对不对 因此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他们都盘算着 能够建立一个 遏制中共的国家联盟 这种算计是可以理解 而且相当合理 当然 这将使中共感到非常的不安 说另一方面 中共有自己的策略 它试图在 形成一个反西方的联盟 这个联盟将主要聚焦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 我们看到了这个联盟 是围着金钻国家 这概念形成的 由中共和俄罗斯的 反西方立场推动 中共在亚洲势力以后 试图拉拢非洲 或拉丁美洲作为报复 现在它在非洲 中共影响力挺大的 说中共还开始 想利用西方政治家 比如马克龙 去破坏跨大西洋团结 甚至在欧洲 煽动反面情绪 它这一点 已经撬开一个缝隙了 但是未能完全如愿 它说俄罗斯的削弱 甚至消失 将削弱中共的地位 但中共冷然可以 在其他大党扩展势力 试图增加影响力 然而当前 习近平很可能看到 即使与盟友和伙伴 在一起 也很难与西方联盟竞争 就整个的集团 这两个方法对比 平平的话他觉得自己是弱的 因此在未来的七到十年当中 我们将看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将有一种文明世界 与削弱的极权主义 和平共存的模式 他认为要冷战 也很长一段时间 说极权主义者将处于 较虚弱的位置 因为西方将会遏制 中共作为偷等大事 他说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阴谋 说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不想让俄罗斯完全落入中共的势力范围之内 就美国有美国的小心眼盘算 所以他不想彻底的打败俄罗斯 他这么判断 因此目前没有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理由 你比如说飞机 而且现在有个机密文件不透露出来了吗 他反对乌克兰攻打莫斯科 就乌克兰原先准备打莫斯科 说西方的立场是乌克兰需要赢 但俄罗斯也不应该输 这意味着西方认为俄罗斯应该保持现状 但应该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 然而呢 这是谎用的 西方完全误解了俄罗斯的本质 说俄罗斯不具备实现民主和自由的能力 你看那个 一个异议人士 被普京下毒 差点毒死了 现在关到监狱里去了 他也不让他民主化 说因此对于后俄罗斯 完全变成中共的经济服用果 这绝对不符合西方的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尽可能的让俄罗斯保持现状 你看他有些武器 他是分布给的 你看他由他的盘算 美国 最后这篇文章指出 假如俄罗斯个别领土不受控制的解体 他说呢 这将带来威胁 尤其是那些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地区 可能会受到中共直接的影响 但即使在这个情况下 假如俄罗斯分裂成几十个国家尸体 还是没有人能干涉美国英国法国的投资 因此这均取决当地领导层 他们到底会坚持亲西方 还是亲中 还是不得而知 那就是为什么应否保持俄罗斯的完整性 是一个艰难的决策 美国内部也有分歧一些 他说正是在这一点上 中国和西方之间 中共和西方之间将发展一个新的冲突领域 俄罗斯现有领土的划分将带动战局紧张升级 但在这场竞争中 西方注定比中共拥有更多的力量 他在分析这个事 他就知道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习近平是希望冷战 就是达到一个平衡之后 较长时间冷战 冷战有利于习近平把儿子复制上来 因为他认为保住他的权力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家人上来 他不想给什么李强 什么丁学强 陈明尔 那都胡扯 他现在搞这些东西就是底王之 这个冷战的确有利于他自己 所以他忽悠这个 对他来讲最有利是就大呼 像戴旭一样 他把这个严重性告诉军队和老百姓 不断的忽悠 但是他在打和不打之间这么平衡着 他可以暗度陈仓 他真正打的话 他打破这个将军 他马上就垮掉了 真的 本人认为 那么当然了 这个等到下一个节目 给他再介绍另一篇文章 另一篇文章写得也很好 谢谢